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在我们每个人的后面 下面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就叫焚尸人 一辆挺破旧的卡车 咣当咣当的行驶在冰天雪地里 太阳刚刚升起来 雪地上闪烁着刺眼的光 近处有树 远处也有树 稀稀拉拉 雪也显得光秃秃 而树上也光秃秃 连一只乌鸦也没有 驾驶室里挤了四个人 一个是丽云 一个是司机 还有两个帮忙的人 丽云的奶奶 一个人躺在后面的敞篷车厢上 她的身上盖着棉被 把脑袋蒙住了 这条柏油路 多少年都没有人修补了 像一条千疮百孔的裤腰带 车一路都在颠簸 丽云 时不时地打开车窗 朝外撒一把纸钱 突然 那个司机把车停下了 对丽云说 你下去看看 她翻没翻身 丽云下了车 蹬着车轮爬上车厢 看见奶奶平躺着 她身上的兰花棉被上 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霜 她的心狠狠地酸了一下 几个小时前 奶奶还在床上 慢慢转过头 看了丽云一眼 无力地说 你别看我了 快睡吧 天都快亮 可现在 奶奶一个人 躺在这冷冰冰的车厢里 想必已经动硬 寒风 把丽云头上的白色笑布刮起来 挡住了她的眼 她跳下来 爬进驾驶室 滴滴地说 走吧 火葬场 在小城南 巴黎 附近没有人家 这里 是老火葬场 北郊 最近也开了一家 新火葬场 不过 那家新火葬场收费 比这家老火葬场高 于是 丽云选择了这里 他是一个 低薪阶层 每一笔钱都要算计 另外 他家靠近城南 到这里来 车费便宜一些 他是自己雇的车 没有打电话叫火葬场派车 这样 花钱少一些 卡车 开进了火葬场的大门 停在了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前 司机说 焚尸炉 就在这个房子里 那是一座老房子 墙角的砖 都破损了 像 参丝不齐的牙 很高大 像个庙堂 不过 他没有庙堂那种 安详 超脱的气质 却有一股 阴森的感觉 好像一个没有五官的人 紧紧地绷着脸 那房子 有两扇对开的铁门 秀气斑斑 很不周正 中间 列着一条大缝子 里面 黑乎乎的 铁门上 挂着一把挺大的锁 离这个焚尸房 很远的地方 有一排 看起来很整齐的平房 那是 办手续的地方 李云 拿着死亡证明 去办手续 那房子里 有整容室 告别室 停尸房 骨灰存放间 冷藏室之类 但是 他没有看见几个工作人员 现在 是正月 刚刚过完大年 李云 走进一个暖和的办公室 那里面 总共有三个人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趴在办公桌上 正在摆扑克算卦 他穿着一件蓝大褂 一个瘦小的老头 站在一旁看 他也穿着一件蓝大褂 不过 他的蓝大褂 瘦小些 床上坐着一个壮实的中年男人 他低头缓慢地刻着瓜子 也穿着一件蓝大褂 但是他的蓝大褂很脏了 李云问 请问 哪位开票啊 那个摆扑克的小伙子 抬头看了李云一眼 很不高兴地收起了扑克 傲慢地说 证明 李云急忙出示了死亡证明 那个小伙子看都没看 就塞进了抽屉 说道 要骨灰盒吗 李云说道 要 他站起来 带着李云走进另一个房间 那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骨灰盒 他说 有高中低档 便宜的几十块 贵的几万块 你要哪一种啊 李云挑了一个榆木骨灰盒 回到刚才的房间 李云交了钱 装好火化证明 问 谁管火化 那个嗑瓜子的男人终于不嗑了 他胆胆手说 帮我走 帮我走 李云打量了一下他 那个男人脸是古铜色的 浓眉 一双大眼 炯炯闪光 焚尸人 大不留心地 走了出去 从办公室到焚尸房 中间是一条石板涌道 有斑驳的积雪 很滑 一路上 焚尸人 没有说一句话 李云紧紧地跟在他后面 他很高大 要是摔跤的话 估计三个李云都不是他的对手 空气太清爽 一阵冷冷的风刮过来 李云闻到他身上 有一股怪味 好像是一种烧棉花的味道 李云想 那就是死尸的味儿了 在李云眼中 他是一个另类 他把一句句死尸 送进焚尸炉 咣当一声 关死炉门 然后走到背后 甩开膀子 往火红的炉堂里添煤 焚尸炉会传出 闷闷的声响 肌肉 被烧焦的声音 筋骨在断裂的声音 焚尸炉里冒出烟气 在烟气缭绕中 他不时地用长长的铁钩子伸进去 翻动尸体 渐游炉的声音 火被大烟囱里的风抽得呼呼响 他总共焚过多少人 他有女人吗 他的女人和他做爱的时候 心情是什么样的 他做不做噩梦 他烧过他的亲人吗 他想没想过 有一天 他也会躺进 他所熟悉的 那个焚尸炉 到了焚尸房前 健壮的焚尸人 掏出一把很大的钥匙 打开了那两扇铁门 天很蓝 火葬场里很安静 咣当一声 铁门打开了 他挥挥手说 抬进来吧 丽云赶忙和另两个帮忙的人 爬上车 把奶奶抬下来 烈烈切切地走进了那个焚尸房 里面很空旷 很寒冷 是土地 有一些草屑 两个焚尸炉 冷冷清清地敞开着 炉口方方正正 狭小深邃 焚尸人指了指一个像床一样 下面有轮子的铁单架 大声地说 抬到那上面去 几个人就把丽云的奶奶 放在了那上 出去吧 焚尸人又说道 两个帮忙的人就出去了 丽云的眼泪 一下就流了下来 他掀开了奶奶的棉被 最后 看了奶奶一眼 奶奶的脸色清白 双眼 微微睁着一条缝 眼珠毫无光泽 焚尸人 无奈烦地说道 我让你出去 丽云 猛地抬头看了他一眼 很愤怒 丽云是个老实人 他一发脾气 脸呼的一下 变成了红布 那个焚尸人 一顿不违 眼里射出凶狠的光 挑衅地和丽云对视 他是这里的主宰 没有人可以跃全 丽云的 丽云的奶奶 是个非常胆小的人 非常怕事 特别是在陌生的环境里 假如 现在他活着 一定会把丽云推开 声音颤抖地说 别惹事 快出去 可是 奶奶再也不会坐起来 恐怖故事集 谁摸了我一下 作者周德东 由赵玲演播 第二十二集 丽云慢慢地 把棉被 放在奶奶的脸上 擦了一把泪 走了出去 他走过焚尸人 身前的时候 又闻到了他身上 那股烧棉花的怪味 焚尸人像铁塔一样 戳在那里 一动不动 还在凶狠地 盯着丽云 丽云脸上的红 已经像潮水一样 退下来 他缓和了一下语气 小声地 问那个焚尸人 什么时候能玩 排队 就一个排什么队啊 你说了算 还是我说了算啊 焚尸人 把脑袋 朝侧面转了转 眼珠 却依然盯着丽云 显得极其傲慢 丽云 不想跟他争执 走出去了 丽云的心里很难过 他觉得 他把奶奶丢下 丢给了这个空旷 冷清的大房子 丢给了这个蛮横的 焚尸人 接着 那个焚尸人 也走了出来 光当把铁门一锁 踩着鸡血走了 丽云傻傻地望着他 那脏兮兮的蓝大褂 不知道他干什么去 司机 小声地对丽云说 你得给他塞点钱 为什么 都得塞 要不然 你就等着吧 我就不给他 看他能拖到什么时候 哎呀 即使他不拖 也不会给你好好烧 连骨带肉地倒出来 司机 继续地劝丽云 那我 我就找他们领导去 丽云 是一个中学教师 他对社会的 一些门道 一窍不通 又很降 这时候 他对这个焚尸人 已经产生了一种仇恨 他想 这个焚尸人 竟然连 竟然连死人都欺负 而且 伤害丽云最深的是 他竟然不让丽云 多看奶奶一眼 那火药味的对势 已经使两个人结了仇 丽云感觉到 他开始 跟自己较劲 如果让丽云 一三下四地 去给他送钱 丽云会觉得 是一种侮辱 天很冷 司机和那两个帮忙的人 坐到驾驶室里去了 丽云一个人 蹲在焚尸房前 不远处的雪地上 扔着一个 很大的筛子 丽云 带着刚刚流过泪之后的 淡淡眷衣 看着天 蓝盈盈的天上 没有云彩 奶奶 也有过五彩斑斓的童年 也有过如花似玉的青春 这辈子 他一定也走过很多路 见过很多面孔 但是 他没来过这里 奶奶不会想到 最后 他会来到这里 来到这个 陌生的大房子 这个焚尸人 出生的时候 也一定是一个 可爱的孩子 大眼睛 人见人 人见人爱 奶奶不可能 见过这个孩子 她不会想到 几十年之后 她会落在 这个人手里 李云 胡思乱想了好长时间 中午都过了 那个焚尸人 还没有出现 又一辆车 拉着尸体来了 那些家属 那些家属下了车 跟李云一样 匆匆忙忙去办手续 他们好像都懂得这里的规矩 终于 那个焚尸人来了 她的脸上挂着笑 指挥死者的家属 把尸体抬进焚尸房 接着 她在里面 把铁门锁上 开始工作 李云 耐着性子等待 几个小时之后 那铁门 咣当一声打开了 焚尸人 从铁门里 探出头 对死者的家属喊 一号 把筛子拿过来 李云心想 他们怎么成了一号 那几个披麻带笑的人 立即拿了筛子跑进去 他们用筛子 盛着滚烫的骨灰 跑出来 放到一片空地上 等那骨灰凉了之后 筛出几块骨 骨灰 装进骨灰盒里 开车走了 焚尸人 又锁上门走了 连看都不看 李云一眼 司机从驾驶室里走出来 对李云说 你还是给他 赐点钱吧 李云坚决地说 不赐 我 司机犹豫着说 我在这里等的时间太长了 耽误了别的活 你能不能 加点运费 真是不好意思啊 李云咬咬牙说 我给你加 李云说完 站起身 朝办公室走去 他要去讨说法 进了办公室 他看见那个小伙子 还在摆铺个算命 那个瘦小的老头 还在一旁看 而那个焚尸人 还在床上 刻瓜子 李云大声地问 请问 你们的头 在哪个办公室啊 那个焚尸人 连头都没有抬 那个瘦小的老头 朝李云看了看 说道 你有什么事 我找你们头 那个老头说道 啊 我就是这里的主任 李云一听这话 一下就没有了信心 但是他还是说道 我们来得最早 排在第一号 现在天都快黑了 为什么一直不给我们烧啊 那个老头 斜了那个焚尸人一眼 淡淡地说道 是吗 焚尸人 这才停止了刻瓜子 笑笑地看着李云 李云感到 那笑里含着杀气 他慢腾腾地说 刚才不是已经烧完了吗 你烧的是哪个 一号啊 李云愣了 他马上意识到 这个家伙在使坏 奶奶的骨灰 让另外那个死者的家属 临走了 李云的脸 呼得又红了 他愤怒地说 你为什么不叫我 哎 我叫的是一号啊 你 焚尸人 依然在笑 哎 别着急啊 你送的人 是男的 还是女的呀 是个老太太 哦 老太太呀 他还在那儿躺着呢 刚才烧的 那个是老头 啊 我现在 就去烧你的人 说完 他又胆胆手下了地 大不留心地走了出去 那个老头不再理睬丽云 继续看那个小伙子算命 丽云跟出门 竟然 没有看见那个焚尸人 他心想 这个焚尸人怎么走得这么快 在路上 丽云越来越感到 那个焚尸人的笑 不怀好意 他难道是在暗示自己 我已经把你奶奶烧了 把骨灰给了另一家人 你跟我过不去 那么你就抱着 一个陌生人的骨灰 回去吧 丽云疯了一样 朝焚尸房跑去 他要看看 剩下的那具尸体 是不是奶奶 他来到了焚尸房前 猛地停住了脚 可是晚了 那两扇铁门 已经被焚尸人 在里面锁上了 丽云冲上去 使劲地敲门 焚尸人终于把铁门打开 那张古铜色的脸 露了出来 说道 你敲什么呀 人呐 丽云 丽云生气地问 已经推进去了 丽云傻了 焚尸人慢腾腾地把门关上 丽云把骨灰 装进骨灰盒里 在怀里抱着 心情复杂极了 他不知道 这里面是奶奶 还是另一个陌生的老头 现在的科学技术 还无法进行骨灰认定 他吃了个哑巴亏 他把那盒骨灰盒 寄放在了火葬场 然后上了车 沮丧地对司机说 我们走吧 司机早已掉好了头 他发动着车 朝前开动 这时候 天已经黑了 那个焚尸房的门敞开着 里面一片黑湖 车开过去的时候 丽云看见那个焚尸人 站在里面 表情怪异地看着他 丽云打了个冷战 奶奶去世之后 丽云的心情一直很抑郁 奶奶只有爸爸一个儿子 爸爸只有他这一个儿子 爸爸得了老年痴呆 遇到这样的事 全靠丽云一个人操持 恐怖故事集 谁摸了我一下 作者周德东 由赵玲演播 第二十三期 处理完了奶奶的后事 丽云累得筋疲力尽 这一天 丽云躺在床上 咳嗽起来 老婆说 你看你最近 都瘦成马肝了 唉 那有什么办法 丽云 你家有那么多姐妹 他们怎么不管啊 嗨 我不是儿子吗 哦 儿子就该一个人扛起来啊 我不管你了 累死活该 丽云不说什么了 老婆下了地 拿了两片咳嗽药 还有一杯水说 吃吧 丽云顺从地吃了药 点着了一支烟 老婆躺下 说道 你能不能把烟戒了呀 不能 唉 这东西 难道比毒品还难戒 唉 好了 我知道了 我以后少抽点 少抽点 你都说了多少年了 你少抽一根了吗 丽云 不说话了 唉 明天啊 我去省城进货 你自己去医院看看 最近你一直都在咳嗽 你可别得什么肺炎 咱家呀 得不起病 这句话 让丽云有些恼怒 她说 你别咒我好不好 我这是关心你 不知好歹 老婆的脾气不太好 每次她发火 丽云都不还嘴 只是一言不发的抽烟 前段时间 她下岗了 脾气更加暴躁 当时 丽云想给老婆 摆个服装摊 可是 她去几个姐妹家借钱 却没有借到 他们的生活都不宽裕 最后 她从一个叫蒋东的朋友那里 借到了五千元钱 前些年 丽云考了师范 蒋东 考进了一所民政学校 毕业之后 蒋东被分配到 省城殡仪馆 担任专业尸体 化妆师 虽然她干的是边缘工作 但是 工资挺高 老婆 终于有了嬴声 不过 老婆一忙起来 说话 更是粗声大嗓 破马张飞 婚姻的模式 一天天固定 老婆越来越专横 丽云越来越软弱 不过 丽云 还是很心疼老婆的 每天她下班 都把饭菜做好 等她老婆回来 对于丽云来说 最幸福的时光 是周末 周末 孩子 从幼儿园回来 孩子有些惧怕妈妈 她对丽云很依赖 就是因为孩子 太依赖自己了 丽云才决定把孩子 送到幼儿园全土 爱是矛盾的 丽云希望孩子对她好 又怕孩子对她太好 万一有了什么意外 她怕孩子 承受不住那种打击 于是 丽云就希望 孩子对她不好 自私些 丽云希望 天天和孩子在一起 夜夜搂着孩子入睡 又担心她不自立 长大以后 不易存活 只有忍痛割爱 把她交给了幼儿园 第二天 老婆走了之后 家里 只剩下了丽云一个人 晚上 丽云不愿意做饭 想到街上 随便吃一点 她走到了一个夜市 那里 有很多烧烤摊 烤羊肉 烤火腿 烤鱼烤蛋 什么都有 丽云 找了个背景的座位 坐下来 跟老板 要了几串烤腰子 一盘泡菜 一扎啤酒 这对她来说 是一种 奢侈的举动 烤腰子 很快就端上来了 丝丝拉拉的乱响 散发着一股 诱人的孜然味 老板 是一个中年女人 她笑隐隐地说 兄弟 慢慢吃啊 丽云 说了声谢气 她拿起了一串烤腰子 刚要吃 突然感觉 有一双眼睛 在注视着她 她抬头看了看 有个人 坐在离她 几米远的一个位置上 正在看着她 丽云 惊呆了 这个人 正是那个 焚尸人 她依然穿着 那件蓝大褂 那张古铜色的脸 在夜市 白晃晃的电灯下 有几分 眷眷的阴沉 焚尸人 张着大嘴 一边 一边 饕铁大吃 一边 目不转睛地 看着丽云 丽云 不知她手里 烤的是什么肉 块很大 好像烤糊了 有的部分红 有的部分黑 焚尸人 烤铁人的手 很粗糙 也是骨铜色的 丽云 似乎闻到了一股 烧棉花的味道 她一下子 就没有了胃口 她避开了 焚尸人的目光 朝女老板招了招手 说道 老板 结账 那个女老板 一边用围裙擦手 一边跑过来说 啊 兄弟 你带走啊 啊 不 我不吃了 多少钱 女老板 疑惑地看着丽云 有点不自在 怎么了 兄弟 怎么了 烤得不对口味吗 啊 不是 我有些事 他们的对话 那个焚尸人 应该听得清清楚楚 丽云 没有在看她 但是她感觉 那个焚尸人 还在盯着自己 女老板爽快地说 算了 这次不收你钱了 丽云 说了声谢谢 拔腿就走 丽云 回到了 黑洞洞的楼门口 回头看了看 那个焚尸人 没有跟上来 丽云松了口气 暗暗地 骂了声晦气 这天晚上 她没有吃饭 她只感到 恶心 一年前 丽云 在第四中学 教语文 她这个人 实际上很善良 很不精明 不知是 因为哪件事 她得罪了校长 校长 抓住一次 教师素质考核的机会 做了点手脚 把她拿下了 丽云 丽云一下 就晕头转向 那段时间 她四处找工作 可是 极不顺利 要买米买菜 要交水电费 要交孩子的托费 走投无路 她去省城 找到蒋东 想在火葬场 找个活干 蒋东说 现在啊 殡仪馆的工作 成了热门职业 想进来的人 都挤破了门槛 因为这里的薪水高 下岗的几率又小 那蒋东 你就帮帮忙吧 哎 丽云啊 我可以帮忙 但是啊 你最好先跟我走一趟 啊 看看能不能适应 首先 丽云观看了 她为尸体整容的过程 那是一个很干净的房子 蒋东用一辆滑轮车 从冷藏室里 推出了一具 蒙着白布的尸体 停在了房子中间 从容的掀开了蒙尸布 丽云的心 抽搐了一下 那是一个被车轮 压扁脑袋的女子尸体 蒋东开始有条不紊的 为她整容了 她对着死者的遗照 双手像捏橡皮泥一样 为死者捏出了一个脑袋的大致轮廓 然后 往死者的颅脑里 塞棉花 用针线将错位的皮肤缝合 再贴石膏 丽云站在很远的地方看 很快 死者就基本恢复了原貌 虽然 那张假脸涂的肉色很逼真 但是 怎么看 都不是一张真脸 最后 蒋东 轻轻地 为死者洗头发 那长长的头发 不再柔软 而像一根根 硬挺挺的麻线 她对丽云说 有的尸体啊 四肢残缺不全 她就用肥皂 做出来安上 有的家属 还要求给尸体 消毒 洗澡 丽云问 你都是 白天干吗 哦 不 我一般都是 在晚上工作 晚上安静 也有灵感 啊 哟 那太恐怖了 怎么样 丽云 干这个行吗 不不不 我干不了 那剩下的职业 就是焚尸工了 那 看大门不行吗 嗨 看大门的呀 是主任的岳父 丽云 只好又跟着蒋东 观看了 火化尸体的过程 省城的火葬场的设施 当然更先进 更气派 几名穿白大褂的工人 推过来一辆滑轮床 那上面躺的也是一具女尸 他们把女尸抬下 放到传送带上 然后按动电钮 传送带启动 女尸移向掳口 掳口和传送带之间 旋垂着一块白布 用来格挡 女尸一点点消失在那块白布的后 蒋东打开 打开掳口观察窗的铁门 里面是一块透明的耐高温玻璃 他对丽云说 你朝里看一看 恐怖故事集 谁摸了我一下 作者周德东 由赵灵演播 第二十四集 丽云凑上去 通过那个观察窗 清楚地看到 那具女尸 躺在炉中 炉内 已经预热升温 蒋东 我一直以为 火花是不让看的 我们正在 引进几台 最新型的火花机 有闭路电视系统 家属 不用进入火花车间 就能看到 亲人被火花的全过程 炉内 燃起了熊熊烈火 丽云看到 那个女尸的头发和衣服 呼的一下 就不见了 只剩下一具 白花花 光秃秃的裸体 很快消失在 火光中 一个工人 用铁钩子伸进去 翻动尸体 蒋东说 女人的骨盆啊 比较难烧 要用铁钩子 捣碎骨架 两个人出来之后 蒋东问 怎么样 碧云 蒋东 我再考虑考虑 蒋东 安慰道 其实啊 我们本来 就是一捧灰 丽云 像桃一样回来 她教的是语文课 天天接触的是 石符归番 风力满 记得来时 买酒 朱桥盼 这样的诗词 让她亲手 把画楼上 回头凝视的女孩 烧成灰 把多愁上感的作诗人 烧成灰 她做不出来 她想 假如自己教的是 生理课就好了 那样 也许就吃得下 焚尸宫这碗饭 可是 吉人天相 不久后 她在一家 私立小学 找到了工作 仍然 教语文课 这一天 丽云 下班回家 走到家门口的时候 突然看见 不远处 有个蓝大褂 她的眼睛 就直了 又是她 她在一个 熟食摊 买东西 丽云却感到 她是在 看到自己之后 才假装 要买东西的 丽云的心 砰砰砰的 跳了起来 赶快进了楼门 这个焚尸人 跟到了丽云家门口 丽云 是个有点脆弱 内向的人 老婆和孩子 都不在身边 夜里 她忽然感到很孤单 还有一点恐惧 她关了灯 仔细地 听窗外的动静 尽管 这是四楼 可是 她还是不放心 她担心 那个焚尸人 突然出现在窗外 她越来越觉得 焚尸人的眼神 阴森可怖 焚尸人 和无数尸体 打过交道 她的身上 已经浸染了 死亡的气息 丽云 后悔了 她心想 当时不应该 和她结仇 丽云 慢慢闭上了眼睛 她的身体 朝着天花板 慢慢漂浮起来 她伸手摸摸头 有点烧 她忽然 对自己变得细心了 她细细地 感受着自己的身体 开始 胡思乱想 她想自己 是不是得了心脏病 应该不会 她的心脏 一直很健康 那是不是得了精神病 也不会 她的家族 没有精神病时 可是 总怀疑 自己有精神病的人 是不是精神病呢 那是不是得了哮喘呢 不会啊 她只是感觉 呼吸 有点短而已 还有 胸 好像有点痛 特别是躺下来 更明显 她暗暗地告诫自己 不能再抽烟了 弄不好 真的就得了肺炎 这天夜里 李云做梦了 梦见她在一条夜路上 突然被绊了一个跟头 她用手摸 她用手摸了摸 竟然摸到了一个方方正正的盒子 她打开了打火机 悚然一惊 居然遍地都是骨灰盒 半导她的正是她奶奶的骨灰盒 她看着奶奶的黑白照片 极其惊恐 这时候 她听见骨灰盒里 传出一个老人 嘀嘀的声音声 李云 惊恐地问 你是谁 我找我儿子 你把我还给我的儿子 第二天早上 李云上班去 还没等出门 就有人敲门了 她打开门 一下看见了 那个穿蓝大褂的焚尸人 她来了 这时候 天刚蒙蒙亮 焚尸人的脸 有些阴暗 李云 抖了一下 她看见她身后 还站着一个人 也穿着蓝大褂 面色阴沉地看着她 李云问 你们找谁啊 焚尸人 冷冰冰地问道 好像根本就不认识李云 请问 这户人家有人去世吗 李云气地 差点一拳倒过去 但是 他没有那个胆量 他老老实实地回答 没有 谁让你来的 那个人的态度 依然冷冰冰的 你家姓李吧 是 这里是四中家属楼 四门四零一房吧 是 我们是啊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 我们接到了一个电话 说你家男主人去世了 叫 焚尸人从口袋里 拿出了一张纸 死者叫李云 让我们派铃车接师 李云明显感觉到 这个人在找茬 他实在忍不住了 大声地说道 你们搞错了 啊 你别激动啊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就是有人在搞鬼 你可以到派出所报案 然后 焚尸人好像还不太信任似的 歪头朝房间里看了看 然后说道 那我们走了 焚尸人 竟然连一句 对不起都没说 就带着 另一个穿蓝大褂的人 转身走了 李云 愣了半天 越来越愤怒 他坚信 一切都是这个焚尸人在作怪 他是在 报复自己 于是 李云出门 就去派出所了 走在路上 他想到 既然这个人主动提醒自己去报案 那么 他一定早就堵上了 所有的漏洞 估计警察 也查不出什么来 接着 他又想到 这个人是焚尸工 怎么还管拉尸体呢 火葬场 应该有明确的分工啊 李云的脚步 慢慢的停了下来 改变了计划 他明显感觉到 这个焚尸人 一定会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恐怖 因此 他决定去火葬场 找到焚尸人 好好谈一次 李云不知道 谈的结果是什么 也许 他会和焚尸人 吵上一架 甚至 撕打在一起 最后惊动 火葬场主任 直至 民政局 也许 李云会服软 说一些好话 求他 别再找麻烦 白天有课 李云先去了学校 这一天 李云讲课 心不在焉 差点出笑话 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 他急匆匆地离开了学校 向南郊火葬场走去 去那里 没有公共汽车 他又舍不得打车 干脆一路步行 李云走进那个阴森森的火葬场大门时 天都快黑了 大院里空荡荡的 他来到焚尸房前 见那两扇铁门锁着 他就去了办公的那排平房 那排平房黑乎乎乎的 只有顶头那间房子 亮着暗淡的灯光 他走进那条狭窄的黑暗的走廊 心里极其害怕 加快脚步 想快点走进那个亮灯的房子 他脚上的布鞋 发出了擦擦声 终于 丽云拉开了那扇门 里面有三张空床 却没有一个人 他的心一下就落空了 他在房子里站了一会儿 想出去 却不敢 他在一张床上坐了下 这房间里除了三张床 还有一张旧桌子 上面放着一个登记本 丽云猜测 这里是值班室 那么一会儿就应该有人来 他多希望 这时候走进一个工作人员 哪怕他也穿着蓝大褂 丽云会给他递上一支烟 和他好好地聊一聊 问问那个焚尸人叫什么 他的性格怎么样 他家里是什么情况 丽云需要了解这个可怕的人 他等了好半天 终于走廊里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很轻 他屏住了呼吸 他突然想到 假如进来的是那个焚尸人怎么办 恐怖故事集 谁摸了我一下 作者周德东 由赵灵演播 第二十五集 那脚步声越来越近 丽云越来越惊慌 一直没有想好 假如是那个焚尸人 该怎么办 门 吱压一声打开了 走进来一个穿蓝大褂的人 苍白的灯光照着他的脸 也是古铜色 他看了丽云一眼 严厉地问 你找谁 啊 我找那个焚尸工 他在外边 说完 他走到丽云旁边 牵起床单一脚 好像要换床单 这应该是他的床位 他明显是在赶丽云站起来 丽云只好站起来 说 哦 谢谢 那个人 只是抖了抖 床单上的灰 然后 他躺了上去 从床下 拿出一本地摊书看起来 丽云 盲地上一支烟 那个人转过头来 看了看他 摆了摆手 他的眼光 刚要移开 又想起了什么 重新 看了看丽云 丽云问 怎么了 我 好像认识你啊 是吗 那怎么可能呢 我怎么看你 那么眼熟啊 哦 那可能是前些日子 我奶奶去世 我来过这里 蓝大褂 又狐疑地 看了丽云一会儿 不再说什么 慢慢地 把脑袋转过去 继续看书了 师傅 您在这里工作多久了 从建厂到现在 十一年了 哦 我是一个教书的 我很敬佩 干你们这种工作的 那个人 在鼻孔里 哼了一下 接着 他斜了 李云一眼 问道 你 认识唐大 谁 不认识 那你找他干什么 哦 我是想问他一件事 什么事 我怀疑我奶奶的骨灰 搞错了 我啊 了解这个火葬场 到今天为止 一共已经烧了 八千九百八十七具尸体 骨灰 从来没有搞错过 这隔壁 就是骨灰存放室 那 那有没有发错过灵车呢 那个人 卡了一下壳 马上说 呃 也没有过 李云想了想 说 唐大 就住在这个火葬场里啊 是啊 呃 他成家了吗 没有 你问这些干什么 有什么事 你直接去问他 蓝大褂 下了逐客令 他在什么地方啊 本师房 我刚刚看见他 李云 硬着头皮走了出来 从有灯的房间走出来 李云感到 走廊里 比刚才更黑了 他走过值班室 隔壁的房子 似乎听到 里面有动静 他突然想起 他做的那个梦 那个老头 在奶奶的骨灰盒里 宠他叫 我找我儿子 李云 走得很快 生怕那房间里 跳出一个人来 他不知道 其余那些房间 具体都是干什么的 他想 反正装的不是尸体 就是骨灰 再不就是花圈 李云终于来到了屋外 天上有星星 很水灵 这里远离城区 空气很好 但是场区内 笼罩着一种阴沉的氛围 那高高的烟团 像一个巨大的怪兽 在夜空中 缓缓地 舞动着身子 李云想 这个唐大 现在在焚尸房干什么呢 他为什么 不回到宿舍睡觉 难道 他知道自己来了 想躲 四周一片死寂 到处都是黑乎乎的 似乎潜藏着八千九百八十七双眼睛 李云朝焚尸房望过去 看见有个人影 闪了一下 走进了那两扇铁门 是唐大 李云点上了一支烟 定了定神 走过去 那铁门没有关 黑夜里 看那里面更加阴森 李云站在门外 喊了一声 唐大 没有人回答 李云看得很真切 刚才就是有人 走进了这个房子 里面空荡荡 很寂静 他应该听得清清楚楚 可是为什么不说话呢 李云壮着胆子 走进了黑洞洞的焚尸房 同时打开打火机 柔弱的火苗 闪跳着 暗暗地照亮了这个恐怖的大房子 里面 并不见人的影子 李云 一点点地转动着眼珠 那两个焚尸炉 显得更冷清 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没有一丝一毫热量 一个炉门关着 一个炉门敞开着 接着 李云的眼光 落在了房子正中 那个放死人的铁单架上 那上面 竟然躺着一个人 那应该是一个死人 头上盖着蒙尸布 李云却断定 那是唐大 李云朝着他 喊了一声 唐大 那个人一动不动 打火击灭 李云的腿都站不住了 凉凉腔腔地退了出来 他惊慌地朝大门走去 想逃离这里 可是他走出几步 越想越不甘心 如果他就这样跑了 那个焚尸人 一定会变本加厉地吓他 他停下来 躲在很远的地方 继续看那个 黑洞洞的焚尸房 过了好久好久 一个黑影 从那个门里 探出了身子 李云睁大了眼睛 那个黑影看了看 把两扇铁门关上了 李云 肯定自己没有看花眼 即使他的眼睛产生了幻觉 还有听觉 正是这一点 他清楚地听到了 那铁门互相碰撞的声音 他又一次走过去 他要拼个鱼死网破了 李云轻轻地拉开那两扇铁门 再一次打开打火机 走了进去 他叫道 庞大 那个人还躺在铁单架上 一动不动 脸上蒙着白布 李云 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走过去 猛地拉开那个蒙尸布 他惊呆了 死者竟然是个老太太 李云毛骨悚然地 四下看了看 这个空荡荡的房子里 再没有可以藏人的地方了 难道 是这个老太太关的门 李云把目光 射向了那个 关着的焚尸炉 然后他举起闪烁不定的打火机 一步步地走过去 他猛地把那个炉门拉开 两只很大的脚丫子 露了出来 炉子里躺着一个人 李云差点叫出来 他死死地盯着那双脚丫子 一动不敢动 那双脚丫子 微微动了动 一点点地伸出来 李云本能地一步步后退 终于 那个人的腿垂下了 踩在了地上 上半身还在炉子里 继续往外伸 打火机又灭了 李云使劲想打着打火机 可是 打火机烧的时间太长了 好像烧坏了 怎么都打不着 一个黑影 站在了李云面前 一股死尸的气息 立即弥漫开来 李云 不知道他是不是那个焚尸人 甚至不知道男女 也许是8789个尸体中的一个 那个黑影 终于说话了 出去 李云听出了是唐大的声音 这个恐怖的大房子 是他的世界 他在命令李云 出去 唐大 出去 李云扔了打火机 疯了一样跑出去 李云 终于想通了 这个焚尸人 天天和死亡打交道 也许 他的心态 早已和正常人不一样 他不可能和自己 推心置腹地聊天 最后 达到 何解 李云决定 离开这个院子 赶巴黎夜落 回家 火葬场的大门口 高高地挂着水银灯 灯光惨白 李云正快步走着 突然看见一个高大的人影 站在大门口 插着腿 似乎在堵截他 李云 忐忑不安地回头看看 又朝前看看 脚步慢了下来 那个人说话了 干什么的 我 我来找个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